既然贪污是官员群体的本性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少贪一点呢 官员贪污就困扰了康熙皇帝 康熙想到了这个问题 也是从让官员少贪一点这个角度入手 想解决掉这个问题 与其说贪污是官员的问题 还不如说这就是人性的问题 贪污不只存在于官场 也存在于整个社会 比如明国就有记载 在北平仆人们出来买东西 商家就要把卖价提高一成 这一成就是给仆人的回扣 叫底子钱呢 小康之家给仆人的工资都比较低 对仆人拿回扣也就睁一眼闭一眼 但问题是这个回扣你最好别多拿 能不能少拿一点啊 明清两代的皇帝和市井小民没有区别 存的也是这个心思 所以康熙晚年对待贪污腐败 用的就是两手政策 一手是默许小贪 另一手啊 是推广理学 让官员学习 希望官员们存天理灭人欲 你少贪点就行了 别贪太多了 这种所谓的解决办法 实际上啊 还是把问题推给了良心两个字 贪与不贪 还是靠官员正与不正 那就是一念之间的事 靠人质和道德感化的手段 想让官员少贪一点的理想啊 是不可能实现的 最终结果是官员只能越贪越多 康熙的努力付诸东流 官场腐败的代价就是民生凋敝 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所以康熙晚年也只能哀叹 成平日久 人心懈怠 振兴身为失望啊